生命纪 第一章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这边的旷野 红海对面的平原就是巴兰 托弗 拉班 哈喜路 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 摩西赵 耶和华借助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小于他们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驻系尸本的亚摩利王西红和驻以德莱 亚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摩西就在约旦河这边的摩押的讲律法 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小域我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平原 山地 古地 南地 沿海一带家男人的地 并离巴嫩山又到诱发拉底大河 如今我将这的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的这地就是 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士 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也之地 那时 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 我独自担当不起 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 看啊 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 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服于你们 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 并你们的征颂 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 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 有智慧 有见识 为众人所认识的 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 你们回答我说 我们照你所说的行了未秒 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 有智慧 为众人所认识的 照你们的支派 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管理你们 当时 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在弟兄中间听诵 无论是个人与他兄弟彼此争诵 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诵 都要按公义判断 审判的时候不可偏待人 听诵不可分贵贱 不可惧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若有难断的案件 可以成到我这里 我就判断 那时 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 都吩咐你们了 我们照着 耶和华我们 神所吩咐的 从和列山起行 经过你们所看现 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了加蒂斯巴尼亚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 耶和华我们 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 看啊 耶和华你的 神已将那的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 耶和华你列祖的 神所说的 上去的那地位业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们都就近我来说 我们要先打发人去 为我们窥探那地 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 毕竟河城 都回报我们 这话我已为美 就从你们中 兼选了十二个人 美之派一人 于是 他们起身上山地去 倒以十个谷 窥探那地 他们手里 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 到我们那里 回报说 耶和华 我们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 然而 你们不肯上去 竟违背了 耶和华你们 神的命令 在帐篷内发怨言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 从埃及的领出来 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 除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弟兄 使我们的心丧胆 说那地的民 比我们又大又高 诚意又广大又坚固 高的顶天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亚那族的人 我就对你们说 不要惊恐 也不要怕他们 在你们前面行的 耶和华你们的 神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 耶和华你们的 神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在这世上 却不信 耶和华你们的 神 他在路上 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 日间在云柱里 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 就发怒 启示说 这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 我启示应许赐 给你们列祖的美帝 唯有耶弗尼的儿子 迦勒必得看见 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 帝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 耶和华 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 也向我发怒 说 你也必不得进入那地 然而 伺候你 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必得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 承受那地畏业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必被掳掠的 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 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必得畏业 至于你们 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那时 你们回答我说 我们得罪了 耶和华 请愿赵 耶和华 我们 神一切所吩咐地 上去征战 于是 你们个人带着兵器 争先上山地去了 耶和华对我说 你对他们说 不要上去 也不要征战 因我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 被仇敌杀败了 我就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竟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 擅自上山地去了 驻那山地的亚摩利人 就出来攻击你们 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 在希尔杀退你们 直到河尔马 你们便回来 在 耶和华面前哭号 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你们侧耳 于是 你们在加迪斯 住了许多日子 生命纪 第二章 此后 我们转回 从红海的路起行往旷野去 是照 耶和华所小育我的 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你吩咐百姓说 你们弟兄 以扫的子孙住在希尔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须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们的地连脚长可踏之处 我都不给你们 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 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已赐福于你 你走这大旷野 他都知道了 这四十年 耶和华你的 神常与你同在 故此你一无所缺 于是 我们离了我们弟兄 以嫂子孙所住的希尔 从平原的路 经过以拉塔 以寻加别 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耶和华对我说 不可扰害摩押人 也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们的地 我不赐给你喂业 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喂业 先前 有伊米人住在那里 民数众多 身体高大 像亚纳人一样 这伊米人像亚纳人 也算为巨人 摩押人称 他们为伊米人 先前 和利人也住在希尔 但以嫂的子孙将他们除灭 得了他们的地 接着居住 就如以色列在 耶和华赐给他 未业之地所行的一样 现在 起来过撒列西 于是 我们过了撒列西 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 共有38年 等那世代的兵丁 都从军中灭尽 正如 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耶和华的手 实在是攻击他们 将他们从军中除灭 直到灭尽 兵丁从民中都灭尽 死亡以后 耶和华小玉我说 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亚尔经过 走进亚门人之地 不可扰害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亚门人的地 我不赐给你们为业 因我已将那地赐给 罗德的子孙为业 那地也算为巨人之地 古时巨人住在那里 亚门人称他们为散宋明 那民众多身体高大 像亚纳人一样 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 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 接着居住 正如 耶和华从前 为助希尔的以嫂子孙江 和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 他们得了和利人的地 借着居住一样 直到今日 从加斐托出来的 加斐托人 将先前住在哈萨英 直到加萨的亚卫人除灭 借着居住 你们起来前往 过亚嫩河 看啊 我已将亚魔力人 西石本王西红 和他的的交在你手中 你要与他争战 得他的地为业 从今日起 我要是普天下之列国 听见你的名声 都惊恐惧怕 且因你发产伤痛 我从基底末的旷野插浅使者 去献西石本王西红 用和睦的话说 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 直走大道 不偏作用 你可以卖粮给我吃 也可以卖水给我喝 只要容我不行过去 就如祝希尔的 以嫂子孙 和祝亚尔的摩押人 待我一样 等我过了约旦河 好进入耶和华 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 但西石本王西红 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使他灵力刚硬 心里顽梗 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对我说 看啊 从此起手 我要枪西红和他的地交给你 你要得他的地位业 那时 西红和他的众民 出来攻击我们 再哑杂与我们交战 耶和华 我们的 神将他交给我们 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 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 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 将个城的男人连女人带孩子 尽都毁灭 没有留下一个 唯有牲畜和所夺的个城 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从亚嫩河边的亚罗尔和古中的城 直到激烈 耶和华我们的 神都交给我们了 没有一座城高的石 我们不能攻取的 唯有亚门人之地 凡靠近亚伯河的地方 并山地的诚意 与耶和华我们 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 都没有挨尽 生命纪第三章 以后 我们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 耶和华对我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 像从前带住西石本的 亚摩利王西红一样 于是 耶和华我们的 神也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 都交在我们手中 我们杀了他们 没有留下一个 那时 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 共有六十座 没有一座城 不被我们所夺 这位亚尔哥伯的全境 就是巴山的恶王的国 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 有门有栓 此外 还有许多无城墙的村庄 我们将这些禁都毁灭了 像从前带西石本王西红一样 把个城的男人 连女人带孩子 禁都毁灭 唯有一切牲畜 和城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那时 我们从约旦河这边 两个亚摩利王的首将亚嫩河 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 这黑门山 西顿人称谓西连 亚摩利人称谓士尼尔 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 激烈全地 巴山全地 直到撒加河以德来 都是巴山王厄国内的城义 巨人所剩下的 只有巴山王厄 建他的床是铁的 长九肘 宽四肘 都是以人肘为度 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那时 我们得了这地 从亚嫩河边的亚罗而起 我将激烈山地的一半 并其中的诚意 都给了旅边人和加德人 其余的激烈地和巴山全地 就是恶王的国 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 亚尔哥伯全的 乃是巴山全地 这叫做巨人之地 马拿西的子孙 亚尔占了亚尔哥伯全境 直到基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 就按自己的名称 称为巴山 哈沃特亚尔 直到今日 我又将激烈给了马吉 从激烈到亚嫩河 以谷中卫界 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 我给了旅边人和加德人 又将平原和靠近约旦河之地 从激烈直到平原的海 就是沿海 并亚石突 匹斯加东边之地 都给了他们 那时 我吩咐你们说 耶和华你们的 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卫业 你们所有的勇士 都要带着兵器 在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人前面过去 但你们的妻子 孩子 牲畜 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 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个城里 等到 耶和华时 你们弟兄得享安息 与你们一样 并等到他们也得 耶和华你们 神所赐给他们 在约旦河那边的地 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 为爷之地 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 你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你 神像这二王所行的 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 各国照样行 你不要怕他们 因那为你征战的是 耶和华你的 神 那时我恳求 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呀 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 先给你仆人看 在天上 在地下 有圣魔 神能向你行事 向你有大能的座位呢 求你容我过去 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但 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不听云我 耶和华对我说 罢了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 向东 西 南 北举目观望 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你却要嘱咐约书亚 勉励他 使他胆壮 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 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 于是 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生命纪第四章 以色列啊 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 耶和华 你们列祖之 神所赐给你们的地 承受畏业 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 我所吩咐的 就是 耶和华 你们 神的命令 耶和华因巴利 皮尔的事 所行的 你们亲眼看见了 凡随从巴利 皮尔的人 耶和华 你们的 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唯有你们专靠 耶和华 你们 神的人 今日全都存活 看啊 我照着 耶和华我 神所吩咐的 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的 未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 在列国眼前的智慧 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 比如说 这大国的人 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那一大国的人 有 神与他们相近 像 耶和华 我们的 神 在我们求告 他的时候 与我们相近呢 又那一大国 有这样公义的 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 在你们面前 所沉明的 这一切律法呢 你只要谨慎 殷勤保守你的心 免得忘记你 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 一生这事 离开你的心 总要只叫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和列山站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招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是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 这样行 那时你们进前来 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黑 蜜云 幽暗 耶和华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他将所吩咐你们当手的约 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件 并将这戒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时 耶和华又吩咐 我将律力点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 畏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分外谨慎 因为 耶和华在和猎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 你们没有 看见圣魔形象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 为自己雕刻造像 彭扶圣魔男像女像 或地上走兽的像 或空中飞鸟的像 或地上爬物的像 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 现 耶和华你的 神为普天下之列国 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一切天下 自己便被勾引 竟拜使奉他们 耶和华将你们 从埃及领出来 脱离铁卢 要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 像你们今日一样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 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畏业的那美地 我只得死在这地 不能过约旦河 但你们必过去的那美地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忘记 耶和华你们 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为自己雕刻造像 或是彭扶 圣魔百物的形象 就是耶和华你 神所禁止你做的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乃是烈火 是祭邪的 神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 生子生孙 就雕刻造像 彭扶圣魔形象 败坏自己 行 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畏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今日呼天唤的 向你们做见证 你们必在过 约旦河的 畏业的地上 速速灭尽 你们不能在那地上 长久 必进行除灭 耶和华 必使你们分散在 列国中 在 耶和华所领 你们到的 一郊之民里 你们剩下的人 树西少 在那里 你们必侍奉人手 所造的众神 就是用墓石造成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吃 不能闻的众神 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 耶和华你的 神 你尽心尽性 寻求他的时候 就必寻见 日后你遭遇 一切患难的时候 你必归回 耶和华你的 神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你 神源是有怜悯的 神 他总不丢弃你 不灭绝你 也不忘记 他岂是与你 列祖所立的运 你且考察 在你以前的世代 自神创造人 在世以来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这样的大事 何曾有 何曾听见呢 有何民曾听见 神在火中 说话的声音 像你曾听见般 还能存活呢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 将一国的人民 领出来 用誓言 神迹 骑士 征战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并大可谓的是 像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埃及 在你们眼前 为你们所行的 一切事呢 这是贤点你看 要使你知道 唯有 耶和华 他是 神 除他以外 再无别神 他从天上 使你听见 他的声音 为要教训你 又在地上 使你看见 他的烈火 并且听见 他从火中 所说的话 因他爱你的列祖 所以拣选 他们的后裔 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 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 从你面前赶出 领你进去 将他们的地赐 你为业 像今日一样 所以 今日你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上 天上地下为有 耶和华 他是 神 除他以外 再无别神 我今日将他的律力 诫命小于你 你要遵守 使你和你的子孙 可以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华 你 神所赐的地上 得以永久 那时 摩西在约旦河这边 向日出之地 分定三座城 使那肃无仇恨 无心杀了邻居的 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 一座城 就得存活 为吕汴人 分定旷野平原的比锡 为加德人 分定激烈的拉末 为马拿西人 分定巴山的戈兰 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沉名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后 所传给他们的法度 律例 典章 在约旦河这边 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在主西施本 亚摩利王西红之地 这西红是摩西和以色列人 出埃及后 所击杀的 他们得了他的地 又得了巴山王厄的地 就是两个亚摩利王 在约旦河这边 向日出之地 从亚嫩河边的亚罗尔 直到西云山 就是黑门山 还有约旦河东的全平原 直到平原的海 靠近皮斯加全原 生命纪第五章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 召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啊 我今日小于你们的 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耶和华 我们的 神在和列山 与我们立约 这约不是 耶和华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 今日在这里存活制人力的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 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咬枪 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 没有上山 说 我是 耶和华你的 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魏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众神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甚魔像 也不可作甚魔形像 旁扶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你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 耶和华你的 神是祭邪的 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 四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辞爱 直到千代 你不可妄称 耶和华你 神的名 因为妄称 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已 他未无罪 当照 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天是向 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扑婢 牛 驴 牲畜 并在你城门里的外人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扑婢 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的做过仆人 耶和华你 神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臂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 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你 守安息日 当照 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服 并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你不可杀人 你不可奸引 你不可偷盗 你不可作假见证 陷害邻居 不可贪恋邻居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邻居的房屋 田地 扑壁 牛 驴 并邻居 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是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云中 幽暗中 大声小欲 你们全会种的 此外并没有天别的话 他就把这话 写在两块石板上 交给我了 那时 火焰烧山 你们听见 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 你们支派中 所有的首领和长老 都来救进我 说 看啊 耶和华 我们 神将他的荣光 和他的大能弦 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 他的声音 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的剑 神与人说话 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 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 耶和华 我们 神的声音 就必死亡 凡属血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永生 神的声音 从火中出来 向我们听见 还能存活呢 求你进前去 听 耶和华 我们 神所要说的一切话 将 耶和华 我们 神对你说的话 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从遵行 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百姓 对你所说的话 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为愿他们 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常遵守 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得福啊 你去对他们说 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 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 律例 点章传给你 你要教训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 他们畏业的地上 遵行 所以 你们要照 耶和华 你们 神所吩咐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所有 耶和华 你们 神所吩咐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 使你们 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 得以长久 生命纪 第六章 这是 耶和华 你们 神所吩咐教训 你们的诫命 律例 点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 畏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 一声敬畏 耶和华 你的 神 谨守祂的一切 律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 得以长久 以色列 你要听 要谨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 与蜜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数及其增多 正如 耶和华 你列祖的 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 神是独一的 耶和华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爱 耶和华 你的 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 你的儿女 无论 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 背记号 戴在两眼当中 为俄阁 又要写在你 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耶和华 你的 神领你尽他 向你列祖亚 伯拉罕 以撒 雅各起 是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有城义 又大又美 非你所建造的 有房屋 装满各样美物 非你所装满的 有挖成的水井 非你所挖成的 还有葡萄园 橄榄园 非你所栽种的 你吃了而且饱足 那时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 将你从埃及地 魏奴之家 领出来的 耶和华 你要敬畏 耶和华你的 神 是奉他 指着他的名其事 不可随 从众别神 就是你们 四为国民的众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 耶和华你 神是祭邪的 神 唯恐 耶和华你 神的怒气 向你发作 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你们不可试探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玛萨 那样是探探 要留意遵守 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 法度 律例 耶和华眼中 看卫正 看卫善的 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 并可以进去的 耶和华 向你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美地 照 耶和华所说的 从你面前 赶出你的一切仇敌 日后 你的儿子问你说 耶和华 我们 神吩咐你们的 这些法度 律例 典章 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 做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耶和华在我们眼前 将众大可怕的神迹骑士 实行在埃及地 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 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要领我们进入 他向我们列祖 启示应许之地 把这的赐给我们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 遵行这一切律例 要敬畏 耶和华 我们的神 使我们尝的好处 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 我们若照 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 以为祭命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生命纪第七章 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入 要得未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贺人 格加撒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你 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境界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连续他们 你不可与他们结亲 你不可将你的女儿 嫁他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 娶他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 转离不跟从主 去使奉别神 以致 耶和华的怒气 向你们发作 就忽然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带他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像 砍下他们的树丛 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像 因为你归 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 神从地上的众民中拣选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众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 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 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 领你们出来 从魏奴之家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 神 他是 神 是现实的 神 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 施慈爱 直到千代 向恨他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吃眼 所以 你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 谨守遵行 耶和华你 神就必照他 向你列祖所起的 事首约 施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 向你列祖起誓 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并你的五骨 心灸 和有 以及母牛 羊羔 你必蒙福 胜过重名 你们的男女 没有不育的 牲畜 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耶和华 必使一切的病症 离开你 你所知道 埃及各样的恶极 他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 恨你的人身上 耶和华 你 神所要交给你的 一切人民 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也不可姑息他们 你也不可侍奉 他们的众神 因这必成为 你的网罗 你若心里说 这些国的民 比我更多 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牢牢纪念 耶和华 你神像法老和埃及权的 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所看现的 大实验 神迹 骑士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币 都是耶和华你 神领你出来所用的 耶和华你 神必照样待你 所惧怕的一切人民 并且 耶和华你 神必打发黄风飞到 他们中间 直到那剩下而藏夺的人 从你面前灭亡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 神在你们中间 是大而可畏的 神 耶和华你 神必将那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 渐渐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 速速除灭 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你 神必将他们交给你 大大的除灭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名从 天下消灭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刻的众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 你不可贪图 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络 这原是 耶和华你 神所增悟的 可增的物 你不可带进家去 免得你成了 受咒诅的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 十分增险 因为这是受咒诅的物 生命纪第八章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人数增多 且尽去得 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 神在旷野引导你 这四十年 是要使你谦卑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啃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是你谦卑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吗 哪次给你吃 是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里思想 耶和华你 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要谨守 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因为 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 有泉 有圆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刻意挖铜 你吃的饱足 就要称颂 耶和华你的 神 因他将那美的赐给你了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 耶和华你的 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 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群羊群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 耶和华你的 神 就是将你从 埃及地位奴之家 领出来的 引你经过 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蝎子 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 从坚硬的 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 将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 马 哪次给你吃 是要使你谦卑 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才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 神 因为的 货才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 他向你列祖 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 耶和华你的 神 随从众众别神 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 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 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生命纪 第九章 以色列啊 你当听 你今日要过约旦河 进去赶出 比你强大的国民 得助广大坚固 高得顶天的诚意 那民是亚纳族的人 又大又高 是你所知道的 也曾听见 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 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 神在你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 要灭绝他们 使他们浮在你面前 这样 你就要照 耶和华所说的 赶出他们 使他们速速灭亡 耶和华你的 神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赶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 领进来的这的 是因我的意 其实 耶和华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你进去的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意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 神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 耶和华要成就 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士所应许的话 你当知道 耶和华你 神将这美的赐 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意 你本是 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 怎样惹 耶和华你 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 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 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叛逆 耶和华 你们在 和列山又惹 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 恼怒你们 要灭绝你们 我上了山 要领受两块石板 就是 耶和华与你们 立约的板 那时 我在山上住了 四十昼夜 没有吃饼 也没有喝水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交给我 是 神用指头写的 板上所写的诗照 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 在山上 从火中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过了四十昼夜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 交给我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 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 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自己 他们快快地 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助了一下 耶和华又对我说 我看着百姓 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的名从 天下涂抹 使你的后裔 比他们成为 更大更将的 于是我转身下山 山被火烧着 两块约板 在我两手之中 我观看 献你们得罪了 耶和华 你们的神 铸成了牛犊 快快地偏离了 耶和华所吩咐 你们的道 我就把那两块板 从我手中扔下去 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行了 耶和华眼中 看谓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起初 伏伏在 耶和华面前四十周夜 没有吃饼 也没有喝水 我因 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灭绝你们 就甚害怕 但那次 耶和华又听远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 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 那时 我又为亚伦祈祷 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住的牛犊 用火焚烧 又捣碎磨得很细 以至细如灰尘 我就把这灰尘 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你们在他贝拉 马萨 基伯罗 哈塔瓦又惹 耶和华发怒 照样 耶和华打发你们 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的 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那时你们违背了 耶和华和你们 神的命令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叛逆 耶和华 我因 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 就在 耶和华面前 照旧俯伏四十周夜 我祈祷 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力救赎的 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 邪恶 罪恶 免得 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 领进他所应许之地 又因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能和身出来的榜币领出来的 生命纪 第十章 那时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上山到我这里来 又要做一木柜 你先前摔碎的那板 旗上的字 我要写在这板上 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 于是我用造夹木 做了一柜 这位又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所传于你们的十条件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这板上 耶和华将板交给我了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 现今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以色列人从亚干的 后代彼路起行 到了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撒接 续他共济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行 到了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到了 有溪水之地的约巴塔 那时 耶和华将立位之派分别出来 台 耶和华的约柜 又势力在 耶和华面前是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在他弟兄中 无分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你 神所应许他的 我又像起初在山上 住了四十昼夜 那次 耶和华也听云我 耶和华不忍将你灭绝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引导这百姓 使他们进去的 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所赐之地 以色列啊 现在 耶和华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魔呢 只要你敬畏 耶和华你的 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兴使奉 耶和华你 神 遵守 耶和华的诫命律力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服 看啊 天和诸天上的天 地和大地上所有的 都属 耶和华你的 神 耶和华 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从众民中 拣选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像今日一样 所以 你们要将心里的包皮割掉 不可再映着景象 因为 耶和华 你们的 神他是众神之 神 众主之 主 智大的 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他为无负的和寡妇申冤 又怜爱做客旅的 赐给他衣食 所以 你们要怜爱做客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客旅 你要敬畏 耶和华你的 神 是奉他 专靠他 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 神 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现的 你的列祖 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 耶和华你的 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生命纪 第十一章 你要爱 耶和华你的 神 常守他的吩咐 律令 典章 诫命 你们今日当知道 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 也没有看见 耶和华你们 神的管教 他的大能 他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并他在埃及中 向埃及王法老 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骑士 也没有看见他 怎样带埃及的军兵 车马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 将他们灭绝 直到今日 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 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 也没有看见他 怎样带旅遍子孙以利亚的儿子 亚比兰 帝怎样在以色列人中尖开口 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帐篷 渔署他们的一切产业 唯有你们亲眼看见 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 所以 你们要守我 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胆壮 能以进去 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 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 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 得以长久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你要进去的未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洒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的未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使耶和华你 神所眷顾的 从遂守到年中 耶和华你 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 神尽心尽兴使奉他 我必按时降丘与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辛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的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去使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你们发作 使天闭色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恐怕你们在 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 美地上速速灭亡 你们要将我这些话 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慰记号 戴在两眼当中 为俄阁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你又要写在 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成门上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 列祖启示 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得以增多 如天覆地的日子 那样多 你们若留意 谨守遵行 我所吩咐 这一切的诫命 爱 耶和华 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耶和华 必从你们面前 赶出这一切国民 就是比你们 更大更将的国民 你们也要得 他们的地 凡你们脚掌 所踏之地 都必归你们 从旷野和黎巴嫩 并有发拉底大河 直到西海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必无一人 能在你们面前 站立得住 耶和华你们的 神必照他所说的 使具怕惊恐 临到你们 所踏之地的居民 看啊 我今日将祝福 与咒诅的话 都沉迷在你们面前 你们若听从 耶和华你们 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们的 就必蒙福 你们若不听从 耶和华你们 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 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世奉 你们素来 所不认识的 众别神 就必受咒诅 即是 耶和华你的 神令你进入 要去得畏业的那地 你就要将 祝福的化成名 在基里心山上 将咒诅的化成名 在以巴鲁山上 这二三起 不是在约旦河那边 日落之处 在住平原的 迦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靠近摩利平原吗 你们要过约旦河 进去的耶和华 你们 神所赐你们 畏业之地 在那地居住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 所臣名的一切 律例典章 生命纪 第十二章 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 神所赐 你们畏业的地上 要谨守遵行的 律例典章 乃是这些 你们要将所赶出的 国民是 奉仲神的个地方 无论是在高山 在小山 在个清脆树下 都进行毁坏 也要拆毁 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筑像 用火焚烧 他们的树丛 砍下他们雕刻的众神像 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 你们不可照 他们那样是奉 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耶和华你们的 神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何处 为理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凡祭 别的祭 十分取义之物 和手中的举祭 并还怨祭 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 投生的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 耶和华你们 神的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 都可以吃 并且因你手所办的 一切事蒙 耶和华你的 神赐福 就都欢乐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 个人行自己眼中 看胃症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因为你们 还没有到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安息地 所给你的产业 但你们过了约旦河 得以住在 耶和华你们 神使你们承受 未业之地 又使你们太平 不被四围的 一切仇敌扰乱 安然居住 那时要将我 所吩咐你们的 凡祭 别的祭 十分取义之物 和手中的举祭 并向 耶和华许愿献的 一切美祭 都奉道 耶和华你们 神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你们和儿女 仆毙 并住在你们城里 无分无业的立位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不可在你所看中的 各处献凡祭 唯独 耶和华 从你那一支派中 所选择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里献凡祭 行我一切 所吩咐你的 然而 在你各城门里 都可以照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福分 随心所欲 产生吃肉 无论洁净人 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就如吃公张鹿与母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你的五谷 心酒 喝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牛群羊群中 投生的 或是你许愿献的 甘心献的 或是手中的举祭 都不可在你城门里吃 但乌要在 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吃 在耶和华你 神所要选择的地方 你和儿女 徒必并住在你城门里的 立位人 都可以吃 也要因你手所办的 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在你所住的地方 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耶和华你的 神照他所应许 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 说 我要吃肉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 将 耶和华赐给你的 牛群羊群取些仔了 可以随心所欲 在你城门以内吃 你吃那肉 要像吃公章鹿与母鹿一般 无论洁净人 不洁净人都可以吃 只是 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生命与肉同吃 你不可吃血 你要将血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你不可吃血 这样 你行 耶和华眼中看胃症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 只是你分别未胜的物 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 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 你的烦祭 连肉带血 都要陷在 耶和华你 神的坛上 祭生的血要倒在 耶和华你 神的坛上 至于祭肉 你自己可以吃 你要谨守 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行 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为善 看为正的事 这样 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永远享福 耶和华你 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 从你面前捡除 你接着他们的居住 那时你要谨慎 不可在他们从你面前除灭之后 随从他们的恶俗 陷入网络 你也不可求问他们的众神 说这些国民是怎样 侍奉他们的众神呢 我也要照样行 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 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众神行了 耶和华所增贤 所恨恶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 献于他们的众神 凡我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你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生命纪第十三章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 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是奉他们吧 他所显的神迹奇事 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 耶和华你们的 神试验你们 要知道 你们是尽心尽性爱 耶和华你们的 神不是 你们要顺从 耶和华你们的 神 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 是奉他 专靠他 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的 寄用言语 叫你们 转离那领 你们出埃及地 救赎你们 脱离魏奴之家的 耶和华你们的 神 要勾引你离开 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 你行得到 你便要将他制死 这样 就把那恶从 你们中间除掉 你同母的兄弟 或是你的儿女 或是你怀中的妻 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 若暗中引诱你 说 我们不如去是奉你 和你列祖 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是你四为列国的众神 无论是离你建 离你远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众神 你不可依从他 也不可听从他 也不可顾惜他 你不可连续他 也不可遮蔽他 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制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 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位奴之家的 耶和华你的 神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 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居住的个城中 你若听人说 有些人 就是比列的儿女 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 勾引本城的居民 说 我们不如去是奉 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你就要探听 查究 细细地查问 不料 倘若是真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情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 用刀刃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所有的 连牲畜 都用刀刃杀尽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 都要堆积在街道上 用火江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 都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烧尽 那城就永为荒堆 不可再建造 那受咒诅的的物连一点 都不可粘你的手 耶和华就必转意 不发烈怒 恩待你 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实 你人数增多 就是当你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遵守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一切诫命 行 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生命纪 第十四章 你们是 耶和华你们 神的儿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 也不可将两眼当中剃光 因为你归 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列国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凡可增的物 你都不可吃 可吃的牲畜 就是牛 绵羊 山羊 母鹿 公章鹿 天鹿 野山羊 米鹿 野牛 盐羚羊 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岛疆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那些岛疆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 兔子 蹄兔 因为是岛疆不分蹄 就与你们不洁净 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蹄 就与你们不洁净 这些瘦的肉 你们不可吃 死尸也不可摸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有赤有鳞的都可以吃 凡无赤无鳞的都不可吃 是与你们不洁净 凡洁净的鸟 你们都可以吃 不可吃的乃是鸟 狗头鸟 红头鸟 瞻 小鹰 药鹰与其类 乌鸦与其类 猫头鹰 夜鹰 鱼鹰 鹰与其类 萧鸟 猫头鹰 天鹅 蹄虎 秃鸟 卢子 冠 鹿丝与其类 待人与蝙蝠 凡会非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解 洁净都不可吃 凡洁净的鸟 你们都可以吃 凡自死的 你们都不可吃 你可以给你城门里的外人吃 或卖与外邦人吃 因为你是归 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名 你不可用山羊膏母的乃煮山羊膏 你必要把你撒种所产的 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分 又要把你的五谷 心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病牛群羊群中投生的赤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这样 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 耶和华你的神 当耶和华你 神次服于你的时候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那路也太长 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钱 将钱包起来 拿在手中 往耶和华你 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 你用那钱 随心所欲 或买牛羊 或买清酒浓酒 凡你心所想的 都可以买 你和你的家属在 耶和华你 神的面前吃喝快乐 并住在你城门里的立为人 你不可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中间 无分无业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本年的土产 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积存在你城门内 立为人 因为他在你城里 无分无业 和你城门里的客旅 并无富的和寡妇 都可以来 吃得饱足 这样 耶和华你的 神必在你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生命纪 第十五章 每逢七年末一年 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 邻居的豁免了 不可向邻居 或向邻居的兄弟追讨 因为 耶和华的豁免年 已经宣告了 若借给外邦人 你可以再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兄弟 无论是圣魔 你要松手豁免了 你们中兼必没有穷人了 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未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 就是当你留意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 你这一切的命令 因为 耶和华你的 神必照他所应许 你的赐福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你必管辖许多国民 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 无论那座城门以内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 你不可硬住心 攥住手 不帮不你穷乏的兄弟 总要向他松开手 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 补他的不足 你要谨慎 不可心里起恶念 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 你便恶眼 看你穷乏的兄弟 甚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呼求 耶和华 罪便归于你了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因 耶和华你的 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赐福于你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 永不断绝 所以我吩咐你说 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兄弟松开手 你兄弟中 若有一个西伯来男人 或西伯来女人被卖给你 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 就要认他自由出去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你要从你羊群 场上 酒诈之中 多多地给他 你当以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福给他 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 神将你救赎 因此 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他若对你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里很好 你就要拿锥子 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 他便永为你的仆人了 你带婢女也要这样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以为难事 因他服侍你六年 较比故宫的功架双倍了 耶和华你的 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凡是功的 都要分别为上 归耶和华你的 神 牛群中投生的 不可用驼耕地 羊群中投生的 不可剪毛 这投生的 你和你的家属 每年要在 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吃 这投生的 若有肾磨残疾 就如瘸腿的 瞎眼的 无论有肾磨恶残疾 你都不可献给 耶和华你的 神 可以在你城门里吃 洁净人与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就如吃公张鹿与母鹿一般 只是你不可吃驼的血 你要将血倒在地上 如同稻水一样 生命纪 第十六章 你要注意亚比越 像 耶和华你的 神守于月节 因为 耶和华你的 神在亚比越也 见领你出埃及 所以 你当在 耶和华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从牛群羊群中 将于月节的寄生 献给 耶和华你的 神 你吃这寄生 不可吃有教的饼 七日之内要吃无教饼 就是困苦饼你 本是急忙出了埃及的 要叫你一生一世 纪念你从埃及的出来的日子 在你四境之内 七日不可见有教的饼 第一天晚上所献的肉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各城门中 你不可献于月节的祭 只当在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晚上日落的时候 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 献于月节的祭 当在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 把肉烤了吃 次日早晨 就回到你的帐篷去 你要吃无教饼六日 第七天要向 耶和华你的 神手严肃会 不可做功 你要计算七七日 从你开帘收割和架时算起 共计七七日 你要照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福 手里拿着甘心记 现在 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 向 耶和华你 神手七七捡 你和你儿女 扑弊 并在你城门里的立位人 以及在你们中间的客履 与无妇的和寡妇 都要在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立位他名的居所 在 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欢乐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令 你把谷和酒收藏以后 就要守住 彭节七日 守节的时候 你和你儿女 扑弊 并在你城门里的立位人 以及客履 无妇的和寡妇 都要欢乐 在 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你当向 耶和华你的 神守圣节七日 因为 耶和华你 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事 上要赐福于你 你就必然欢乐 你一切的男丁 要在出教节 七七节 祝彭节 一年三次 在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 朝现他 却不可空手朝见 耶和华 个人要按自己的能力 照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福分 奉献礼物 你要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个城里 按着个支派 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必按公义的 审判判断百姓 你不可趋往正直 你不可偏待人 也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 智慧人的演变瞎了 又能颠倒一人的话 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好叫你存活 承受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 你为 耶和华你的 神助坛 不可在坛旁 栽慎魔树母 作为树丛 也不可为自己 设立慎魔的像 这是 耶和华你 神所恨恶的 生命纪 第十七章 凡有残疾 或有肾魔恶病的 肾魔公牛或羊 你都不可献给 耶和华你的 神 因为这是 耶和华你 神所憎恶的 在你们中间 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诸城中 无论在你哪座城门内 若有人 或男或女 行 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违背了他的约 去侍奉 敬拜别神 或敬拜日头 或敬拜月亮 或敬拜天下 是主不曾吩咐的 有人告诉你 你也听见了 就要细细地探听 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情 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将那犯了 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拉到城门去 用石头将他们打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剑 正将那荡死的人致死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剑 正将他致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致死 这样 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 除掉 在你城门之内 若起了征颂的事 或因流血 或因征静 或因殴打 是你难断的案件 你就当起来 往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 你去献祭私利为人 并当那些日子的审判官 求问他们 他们必将叛语指示你 他们在 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指示你的叛语 你必照着 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 话谨守遵行 你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 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叛语 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听从审判官 那人就必至死 这样 你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 不再善感行事 到了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若说 我要立王治理我 像四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 耶和华你 神所拣选的人卫王 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兄弟以外的人卫王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是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因 耶和华曾对你们说 你们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 恐怕他的心天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也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计私立为人面前的 这缕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 耶和华的他的 神 谨守遵行这缕法书上的 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凶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界面 这样 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生命纪第十八章 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之派 必在以色列中无分无厌 他们所吃用的 就是献给 耶和华的伙计和他的产业 他们在弟兄中 必没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分乃是这样 凡献牛或羊未继的 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 出收的五骨 辛酒和油 并出茧的羊毛也要给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 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 耶和华的名势力侍奉 若有力为人 从你以色列众人的那一道城门 就是他寄居的地方出来 一心愿意到 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就要奉 耶和华他 神的名是奉 像他众地兄弟为人势力在 耶和华面前是奉一样 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 还要得一分祭物与他们同吃 你到了 耶和华你 神所赐之地 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 你不可学着行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精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用弥术的 与灵史商议的 行巫术的 招灵行补的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 耶和华所憎恶 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 所以 耶和华你的 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你要在 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做完全人 因你所要赶出的这些国民 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 至于你 耶和华你的 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 耶和华你的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 兼给你兴起一个 先知向我 你们要听从他 正如你在和列山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你 神以切的话 说 求你不再叫我听见 耶和华我 神的声音 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就对我说 他们所说的是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 监给他们 兴起一个 先知向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 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 所吩咐的 都传给他们 谁不听他 奉我名所说的话 我必讨谁的罪 若有先知 善敢托我的名说 我所未曾吩咐 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至死 你心里若说 耶和华所未曾小遇的话 我们怎能知道呢 先知托 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 也无效宴 这就是 耶和华所未曾小遇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要怕他 生命纪第十九章 耶和华你 神将列国之民 剪出的时候 耶和华你 神也将他们的得赐给你 你接着住他们的成义并 他们的房屋 就要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未业的地上 分顶三座城 要将 耶和华你 神使你承受未业的地 分为三段 又要预备道路 使误杀人的 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误杀人的逃到那里 可以存活 定力乃是这样 凡素无仇恨 无心杀了邻居的 就如人与邻居 同入树林 砍伐树木 手拿斧子一砍 本想砍下树木 不料 斧头脱了把 飞落在邻居身上 以至于死 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就可以存活 免得暴血仇的 心中火热追赶他 因路远就追上 将他杀死 其实他不该死 因为他与被杀的 肃无仇恨 所以我吩咐你说 要分定三座城 耶和华你 神若照他向你 列祖所起的 誓阔张你的境界 将所应许赐你 列祖的地 全然给你 你若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的 这一切诫命 拜 耶和华你的 神 常常遵行他的道 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 在天三座城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 未业的地上 血就归于你 若有人恨他的邻居 埋伏着起来击杀他 以至于死 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 本城的长老 就要打发人去 从那里带出他来 交在暴血仇的手中 将他致死 你也不可顾惜他 却要从以色列中 除掉流无骨血的罪 使你可以得福 你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承受未业之地 不可挪移 你邻居的地界 那是先人所定的 人无论犯甚魔罪 作甚魔恶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 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才可定案 若有假见证人起来 见证某人作恶 这两个征诵的人 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和当那些日子的祭司 并审判官面前 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 若见证人果然是 作假见证的 以假见证陷害兄弟 你们就要带他 如同他想要待的兄弟 这样 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别人听见都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 再犯这样的恶了 你眼不可顾惜 却要以命长命 以眼海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生命纪 第二十章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看见马匹 车辆 并有比你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们 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 耶和华你 神与你同在 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 要对他们说 以色列啊 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 你们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战惊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 拯救你们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建造房屋 尚未奉献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 别人去奉献 谁种葡萄园 尚未吃所欠的果子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 别人去吃 谁聘定了妻 尚未迎娶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 别人去取 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去怕胆怯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弟兄的心发昏 和他一样 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 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 你临近一座城 要攻打的时候 先要对城里的民 宣告和睦的话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 回答你 给你开了城 城里所有的人 都要给你效劳 服侍你 若不肯与你和好 反要与你打仗 你就要围困那城 耶和华你的 神把城交付你手 你就要用刀刃杀尽 这城的南丁 唯有妇女 孩子 牲畜 和城内一切的财物 你可以取位自己的略物 耶和华你 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 你可以吃用 离你甚远的个城 不是这些国民的城 你都要这样待它 但这些国民的城 耶和华你 神祭赐你畏业 其中凡有气息的 一个不可存留 只要照 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的 江浙赫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都灭绝境境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 学习一切可憎物的事 就是他们向自己众神所行的 以致你们得罪 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若许久违困 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 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 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不可砍伐用以违困攻城 因为这田间的树木 能叫人活命的 唯独你所知道 不是结果子的树木 可以毁坏 砍下 用以修筑营垒 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 直到城被制服了 《生命纪》第21章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未业的地上 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谁杀的 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 直量到四围的城 看哪城挨尽被杀的人 那城的长老 就要从牛群中 取一只未曾耕地 未曾附恶的母牛毒 那城的长老要把母牛毒 迁到齐齐区区 未曾耕种的山谷去 在谷中打断母牛毒的景象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监选了他们是凤塔 凤 耶和华的名祝福 所有征送殴打的事 都要凭他们判断 那城的仲长老 就是挨尽被杀之人的 要在那山谷中 再被砍下头来的母牛毒 以上洗手 回答说 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和华啊 求你连续你所救赎的 以色列民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 这样流血的罪必得饶恕 你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们中间 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 神将他们浇在你手中 你就掳了他们去 若在被掳的人中 现有美貌的女子 恋慕她 要娶她为妻 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 她便要剃头发 修指甲 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 留在你家里 哀哭父母一个整月 然后可以与她同房 你做她的丈夫 她做你的妻子 后来你若不喜悦她 就要由她随意出去 你却绝不可为钱卖她 也不可在她身上取利 因为你玷污了她 人若有二妻 一位所爱 一位所恶 所爱的 所恶的都给她生了儿子 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 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 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 立为长子 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 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 未长子 将产业多加一分给她 因这儿子是她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长子的名分本当归她 人若有顽耿叛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承执她 她仍不听从 父母就要抓住她 将她带到本地的城门 本城的长老那里 对长老说 我们这儿子顽耿叛逆 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久的人 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兼除掉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人若犯了该死的罪 被治死了 你将她挂在木头上 她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必要当日将她藏埋 免得玷污了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未业之地 因为被挂的人是在 神面前受咒诅的 生命纪第二十二章 你若看见你兄弟的牛或羊迷路 不可羊位不见 总要把驼迁回来 交给你的兄弟 你兄弟若离你远 或是你不认识他 就要迁到你家去 留在你那里 等你兄弟来寻找 就还给他 你的兄弟 无论失落甚魔 或是驴 或是衣服 你若遇献 都要这样行 不可羊位不羡 你若看见兄弟的牛或驴 跌倒在路上 不可羊位不见 总要帮助他拉起来 妇女不可穿戴 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都是 耶和华你 神所赠物的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 或在树上 或在地上 里头有锄或有蛋 母鸟浮在锄上 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出 一并取去 总要放母 只可取出 这样你就可以享福 日子得以长久 你若建造房屋 要在房上的四维安栏杆 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你不可把别样种子 种在你的葡萄园里 免得你撒种所接的 和葡萄园的果子 都被玷污 你不可并用牛 驴耕地 你不可穿羊毛 细码两样混杂料做的衣服 你要在所批的外衣上 似为做穗子 人若娶妻 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 随口说他 将宠明家在他身上 说 我娶了这女子 与他同房 现他不是厨女 女子的父母 就要把女子厨女的凭据拿出来 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 女子的父亲 要对长老说 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喂妻 他恨恶他 随口说他 说 我献你女儿不是厨女 其实 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 父母就把那布 扑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本城的长老 要拿住那人 惩治他 并要罚他一百社克乐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 因为他将宠明 夹在以色列的一个厨女身上 女子仍做他的妻 终身不可休他 但这是若是真的 女子没有厨女的凭据 就要将女子 带到他父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 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因为他在 富家型淫妇所行的 在以色列中 做了丑事 这样 就把那恶从 你们中间除掉 若遇献人 与有丈夫的妇人同情 就要将奸夫淫妇 一并致死 这样 就把那恶从 以色列中除掉 若有厨女 已经许配丈夫 有人在城里 遇献她 与她同情 你们就要把这二人 带到本城门 用石头打死 女子是因为 虽在城里 却没有喊叫 男子是因为 玷污邻居的气 这样 你就把那恶从 你们中间除掉 若有男子 在田野玉县 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强与她同情 只要将那男子致死 但不可扮女子 她本没有该死的罪 这时就累呼人 起来攻击邻居 将她杀了一样 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 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女子喊叫 并无人救她 若有男子遇见 没有许配人的处女 抓住她 与她同情 被人看见 这男子就要拿 五十社克乐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 因她玷污了这女子 就要娶她为妻 终身不可修她 人不可娶妻母为妻 不可掀开她父亲的衣金 生命纪第二十三章 凡外肾受伤的 或被阉割的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的子孙直到时代 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亚门人或是摩押人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 虽过时代 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 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他们雇了 没所不达米亚的 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 来咒诅你们 然而 耶和华你的 神不肯听从巴兰 耶和华你的 神却使那咒诅的言语 便为祝福的话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爱你 你一生一世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利益 你不可憎恶以东人 因为他是你的兄弟 你不可憎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客旅 他们第三代子孙 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你出兵攻打仇敌 就要远避诸厄 你们中间 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 不洁净 就要出到营外 不可入营 到傍晚的时候 他要用水洗澡 急至日落了 才可以入营 你在营外 也该定出一个地方 作为便所 在你器械之中 当预备一把锹 你出营外变腻以后 用以产土 转身掩盖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常在你营中行走 要救护你 将仇敌交给你 所以你的营里荡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 就离开你 若有仆人托了主人的手 逃到你那里 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 在你城门之内 要由他选择一个 所喜悦的地方居住 你不可欺负他 以色列的女子中 不可有淫妇 以色列的男子中 不可有一人效法 所多玛人 淫妇所得的钱 或犬类所得的价 你不可带入 耶和华你 神的殿还愿 因为这两样都是 耶和华你 神所憎恶的 你借给你兄弟的 或是钱财 或是粮食 无论甚魔 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 借给外人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兄弟 不可取利 这样 耶和华你 神必在你所去的 未业的地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 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你向 耶和华你的 神许愿 偿还不可迟也 因为 耶和华你的 神必定向你追讨 你不偿还就有罪 然而 你若不许愿 倒无罪 你嘴里所出的 就是你口中 应许甘心所献的 要照你向 耶和华你 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 你进了邻居的葡萄园 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 只是你不可装在器皿中 你进了邻居 站住的盒架 可以用手摘碎子 只是你不可用镰刀割取盒架 生命纪 第二十四章 人若取妻以后 献他有甚魔不洁净的事 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 后夫若恨恶他 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 打发他去的前夫 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 再娶他为妻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不可使耶和华你 神所赐未业之地犯罪 新取妻之人 不可从军出征 也不可嘱托他 办理慎魔攻势 他倒可以在家清闲一年 使他所取的妻快活 不可拿人的下墨石 或是上墨石做抵押 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抵押 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 在他身上取利或是卖他 那贼就必至死 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 你要谨慎 召集私利为人一切所指教 你们的留意遵行 我怎样吩咐他们 你们要怎样遵行 当即念出埃及后 在路上耶和华你 神像米列案所行的事 你借给弟兄 不拘是圣魔 不可进他家拿他的抵押 要站在外面 等那向你借贷的人 把抵押拿出来交给你 他若是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抵押过夜 日落的时候 总要把抵押害他 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 这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困苦穷乏的故宫 无论是你的弟兄 或是在你城门内的外人 你不可欺负他 要当日给他公嫁 不可等到日落 因为他穷苦 把心放在公架上 恐怕他因你呼求 耶和华 罪便归你了 不可因此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你不可向克吕 无父的驱往正直 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 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 神从那里将你救赎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 若望下一捆 不可回去再去 要留给客吕 无父的和寡妇 这样耶和华你 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你打橄榄树 之上剩下的 不可再打 要留给客吕 无父的和寡妇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 所剩下的 不可再摘 要留给客吕 无父的和寡妇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生命纪第25章 人若有征颂 来听审判 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 定恶人有罪 恶人若该受则打 审判官就要叫他 荡面扶在地上 按着他的错照数则打 只可打他四十下 不可过数 恐怕若过数 便是倾见你的兄弟了 留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你不可拢住驼的嘴 弟兄同居 若死了一个 没有孩子 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 当尽兄弟的本分 娶他为妻 与他同房 富人生的长子 必归死兄的名下 免得他的名在 以色列中除掉了 那人若不愿意娶 他哥哥的妻 他哥哥的妻 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 说 我丈夫的兄弟 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 他哥哥的名字 不给我尽做 丈夫兄弟的本分 本城的长老 就要照那人来问他 他若执意说 我不愿意娶他 他哥哥的妻 就要当着 长老到那人的跟前 脱了他的鞋 土拓沫在他脸上回答说 凡不为哥哥建立家事的 都要这样待他 在以色列中 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若有二人争斗 这人的妻进前来 要救他丈夫 脱离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 抓住那人的下体 你就要砍断富人的手 也不可顾惜他 你带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 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生斗 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 公平的生斗 这样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 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因为凡行这样事的 行非议之事的人都是 耶和华你 神所憎恶的 你要纪念你们 出埃及的时候 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疲乏困倦 击杀你锦后边软弱的人 并不敬畏 神 所以耶和华你 神使你不被四为一切的仇敌扰乱 在耶和华你 神赐你未业的地上得享安息 那时 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 不可忘记 生命纪 第26章 你进去得了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未业之地居住 就要从耶和华你 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赎的 屠产取歇来 乘在篮子里 往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要立位他名的居所去 你去见当那些日子做祭司的 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 神明认 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篮子来 放在耶和华你 神的坛前 你要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说 我祖人是一个江王的叙利亚人 下到埃及寄居 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埃及人恶待我们 苦害我们 将富人的苦功架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哀求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 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 劳碌 欺压 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臂 并大可畏的誓语 神迹奇事 领我们出了埃及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啊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 出熟的土产奉了来 随后你要把篮子放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 向耶和华你的神敬拜 你和立位人 并在你们中间的客旅 要因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和你家的 一切福分欢乐 每逢三年 就是十分取义之年 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 十分之一 要分给立位人 客旅 无妇的和寡妇 是他们在你城门之内 可以吃的饱足 你又要在 耶和华你 神面前说 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 给了立位人 客旅 无妇的和寡妇 是照你所吩咐 我的一切命令 你的命令 我都没有违背 也没有忘记 我守丧的时候 没有吃这圣物 不洁净的时候 也没有拿出来 又没有为死人送去 我听从了 耶和华我 神的话 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求你从你圣居所 从天上垂看 赐福给你的百姓 以色列 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你向我们列足起 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 耶和华你的 神今日 吩咐你行这些律力点章 所以你要尽心尽性 谨守遵行 你今日认 耶和华为你的 神 应许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力 诫命 点章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任你特做他的子民 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又使你的称赞 美名 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列国之上 并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 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名 生命纪 第27章 摩西和以色列的 众长老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遵守我 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过约旦河 到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日要立起 击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把这律法的一切 化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 可以进入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流奶与你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 神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再以巴露山上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你要为耶和华你的 神住一座石坛 你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要用整全的石头住 耶和华你 神的坛 在坛上要将凡祭献给 耶和华你的 神 又要献平安寂 且在那里吃 在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欢乐 你要枪之律法的一切话 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摩西和祭司立位人 小于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啊 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 耶和华你 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当日 摩西嘱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 西缅 利位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汴雅敏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 吉利新山上 为百姓祝福 吕汴 加德 亚舍 西不伦 但 拿弗塔利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 以巴鲁山上 宣布咒诅 利位人要向 以色列众人高声说 有人制造 耶和华所增物的像 或雕刻 或铸造 就是工匠手所做的 藏在暗处 那人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回答说 阿们 清曼父母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挪移邻居地界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是瞎子走岔路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向客吕 无父的和寡父 去往正直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与继母同寝的 必受咒诅 因为掀开 他父亲的衣金 百姓都要说 阿们 与身魔兽银 合同寝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与一母同父 或义父同母的 姊妹同寝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与岳母同寝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暗中杀人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受贿路害死 无辜之人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不全首遵行 这律法言语的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生命纪 第二十八章 你若留意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谨守遵行 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耶和华你的 神必使你超乎 地上列国之上 你若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 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生畜所下的 以及母牛 羊羔 都必蒙福 你的篮子 和你的仓房 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仇敌起来攻击你 耶和华 必使他们 在你面前 被你杀败 他们从一条路 来攻击你 便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仓房里 定你守所办的 一切事上 耶和华 所命的福 必临到你 耶和华你 神也要 在所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 你若谨守 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耶和华 必照着向你 所起的示例 你作为自己的圣名 地上众民 献你归在 耶和华的名下 就要惧怕你 你在 耶和华 向你列祖起事 应许赐你的地上 耶和华 必使你身所生的 生畜所下的 地所产的 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 必为你开天上的府阔 暗示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你若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 耶和华 就必使你 作首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 在我今日所吩咐你 谨守遵行的话上 你不可偏左偏右 随从是奉别神 然而 你若不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不谨守 遵行他的一切 尽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 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 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 必受咒诅 你的篮子 和你的仓房 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母牛 羊羔 都必受咒诅 你出野兽咒诅 入野兽咒诅 耶和华 必在你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 扰乱 责罚临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速速地灭亡 这是因你行恶 离弃了我 耶和华 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 直到它将你 从所进去的 畏业的地上灭绝 耶和华 要用劳病 热病 火症 瘾疾 刀剑 干旱 煤烂攻击你 这都要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你头上的天 要变为铜 脚下的地 要变为铁 耶和华 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 变为沉沙 从天临在你身上 直到你灭亡 耶和华 必使你 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 去攻击他们 便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被洗到 地上裂锅中 你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 做食物 并无人混赶 耶和华 必用埃及人的 疮病痔疮 牛皮旋语界 攻击你 使你不能医治 耶和华 必用癫狂 眼下 心惊攻击你 你必在五间摸索 好像瞎子 在暗中摸索一样 你所行的 必不亨通 时常遭遇欺压 抢夺 无人搭救 你聘定了妻 别人必与他同情 你建造房屋 不得住在其内 你栽种葡萄园 也不得收据其中的果子 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 你必不得吃驼的肉 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 不得归还 你的杨归了仇敌 无人搭救 你的儿女 必归于别国的民 你的眼目终日窃望 甚至失明 你手中无力拯救 你的土产 和你劳碌得来的 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 你时常被欺负 受压制 甚至你眼中所看现的 必以致疯狂 耶和华必攻击你 使你膝上腿上 从脚掌到头顶 长毒窗无法医治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亡灵 到你和你列祖 素不认识的国去 在那里你必是 凤木头石头的众神 你在耶和华领 你到的各国中 便成为惊骇 俗坦 机巧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 虽多 收进来的却少 因为被蝗虫吃了 你栽种 修理葡萄园 却不得收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因为被虫子吃了 你全境有橄榄树 却不得其有抹身 因为你树上的橄榄 不熟自落了 你生而养女 你生而养女 却不得响而女的福 因为它们必被掳去 你所有的树木 和你地里的出产 必被蝗虫所斥 在你中间为外人的 必渐渐上升 远高于你 你必渐渐下降 极其低微 他必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他 他必作首 你必作为 并且 这一切咒诅 必追随你 赶上你 直到你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不遵守 他所吩咐的诫明律例 这些咒诅 必在你 和你后裔的身上 成为一己其事 直到永远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的是 奉耶和华你的 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赤路 缺乏之中 侍奉 耶和华所打发来 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铁鳄 夹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将你灭绝 耶和华要从远方 得亟待异国的民 如快鹰费来攻击你 这民的言语 你不懂得 这民的面貌凶恶 不顾虚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他必吃你牲畜所下的 和你地土所产的 直到你灭亡 你的五谷 辛酒 和油 以及母牛 羊羔 都不给你留下 直到将你灭绝 他必将你困在 你各城门里 直到你通过 所以靠 高大坚固的城墙 都被攻探 他必将你困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遍地的 各城门里 你在仇敌为 困窘魄之中 必吃你本身 所生的 就是 耶和华你 神所赐给你的 儿女之肉 一致你们中间 柔弱娇嫩的人 必恶眼看他兄弟 和他怀中的妻 并他要撇下的 儿女 甚至 在你受仇敌为 困窘迫的 你一切城门内 他要吃儿女的肉 不肯分一点 给他的亲人 因为他一无所剩 你们中间 柔弱娇嫩的妇人 是因娇嫩柔弱 不肯把脚踏地的 必恶眼看他 怀中的丈夫 和他的儿女 他两腿中间 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 他因缺乏一切 就要在你受仇敌为困窘迫的 你城门内 将他们暗暗地吃了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 话是叫你敬畏 耶和华你 神可荣可畏的名 你若不谨守遵行 耶和华就必将其灾 就是至大至长的灾 至重至久的病 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 也必是你所惧怕 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 贴在你身上 耶和华又必将没有写在 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 再样降在你身上 直到你灭亡 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却因不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 先前 耶和华怎样喜悦 善待你们 使你们众多 耶和华也要照样喜悦 毁灭你们 使你们归于无有 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 必被拔除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众民中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 你必在那里侍奉你 和你列祖素不认识 木头石头的众神 在这些国中 你必不得安逸 脚掌也不得安歇 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战惊 眼目失明 精神消耗 你的生命必玄玄无定 你昼夜恐惧 自了性命难保 你因心里所恐惧的 眼中所看见的 早晨必说 情愿 神时早晨成了晚上 晚上必说 情愿 神时晚上成了早晨 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 走我曾告诉你 不得再现的路 在那里你必卖己身 与仇敌做奴婢 却无人满 生命纪第29章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 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是在他和他们 于和列山所立的约之外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的 在你们眼前 向法老和他众臣仆 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 大实验和神迹 并哪些大骑士 但耶和华到今日 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 眼能看见 耳能听见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你们没有吃饼 也没有喝清酒浓酒 这要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 是你们的神 你们来到这地方 西施本王西红 巴山王鄂 都出来与我们交战 我们就击杀了他们 取了他们的地 给吕汴之派 加德之派 和马拿西半之派为业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约的话 好叫你们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近日 你们都站在 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你们各支派的首领 长老 官场 以色列的男丁 你们的妻子儿女 和你营中的外人 以及为你们 匹柴挑水的人 为要你顺从 耶和华你 神 今日 耶和华你 神与你所立的约 向你所起的事 这样 他要照他 向你所应许的话 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起的事 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 他做你的 神 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 起这事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 耶和华 我们神面前的 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 我也与他们立这约 起这事 我们曾住过埃及地 也从列国经过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也看见 他们中间可增之物 并他们目 是金银的偶像 唯恐你们中间 或男或女 或族长 或支派长 今日心里偏离 耶和华 我们的 神 去世奉那些国的众神 又怕你们中间 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 听见这咒诅的话 心中自以为服说 我虽然行事随心所想 以酒醉止渴 仍必得平安 耶和华必不饶恕他 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 向他发作 如言冒出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架在他身上 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耶和华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 月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志派中分别出来 使他受祸 你们的后代 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 和远方来的外人 看见这地的栽秧 并耶和华所降与这的的疾病 又看渐变的有硫磺 有盐鲁 有火迹 没有耕种 没有出产 连草都不生长 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轻浮的索多玛 俄摩拉 亚玛 西匾一样 所看线的人 连列国人都必问说 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 这样大发列怒是什么意思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众别神 是 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 向这的发作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降在这地上 耶和华在怒气 愤怒 大脑恨中将他们 从本的拔出来 扔在别的地上 像今日一样 隐秘的是世俗 耶和华 我们 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 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生命纪》第30章 我所沉迷在你面前的这一切 咒诅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 耶和华你 神追赶你到的列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 若尽心尽形归向 耶和华你的 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地 听从祂的话 那时 耶和华你的 神必连续你 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 神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列国中 将你招聚回来 你被赶散的人 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 神也必从那里 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 神必领你 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数 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 神必将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的 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性爱 耶和华你的 神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 神必将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必归回 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耶和华你的 神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并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下的 地土所产的 都绰绰有余 因为耶和华 必在喜悦你 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就是当你听从 耶和华你 神的话 谨守这律法书上 所写的诫命律例 又尽心尽性归向 耶和华你的 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所不知道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 是你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 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 是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 使我们听见 可以遵行呢 这话却离你甚近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看啊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沉迷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 耶和华你的 神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 神就必在你所要 进去得威业的地上 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 敬拜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得威业的地上 你的日子 必不长久 我今日呼天唤队 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 沉迷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 都得存活 且爱 耶和华你的 神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 长久也在乎他 这样 你就可以在 耶和华向你 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示 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生命纪 第三十一章 摩西去告诉 以色列众人 他对他们说 我今日一百二十岁了 不能再照常出入 耶和华也曾对我说 你必不得过 这约旦河 耶和华你们的 神必 引导你们过去 将这些国民 在你们面前灭绝 你们就得 他们的地 约书亚 必引导你们过去 正如 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 必带他们 如同从前 带他所灭绝的 亚摩利二王 西红与厄 以及他们的国一样 耶和华 必将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要照我 所吩咐的 一切命令 带他们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畏惧 也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摩西照了约书亚来 在以色列众人 眼前对他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 你必要和这百姓 一同进入 耶和华向他们 列祖起誓 应许所赐之地 你也要使他们 承受那地畏业 耶和华 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摩西将这律法 写出来 交给台 耶和华约贵的 祭司立位子孙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摩西吩咐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 就在严肃的豁免年的 定期祝彭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 朝见他 那时 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招聚他们男 女 孩子 并你城门内的外人 使他们听 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 耶和华 你们的 神 谨守 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使他们未曾晓得 这律法的儿女 得以听见 学习敬畏 耶和华 你们的 神 在你们过约旦河 要得未业之地 存活的日子 常常这样行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你必要死的日子临近了 要召约书亚来 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 我好嘱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书亚 去站在会幕里 耶和华在会幕里 云柱中显现 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看啊 你必和你列祖同睡 这百姓要起来 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 在那地的人中 随从外邦众神行邪隐 离弃我 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那时 我的怒气 必向他们发作 我也必离弃他们 掩面不顾他们 以致他们被吞灭 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 临到他们 那日他们必说 这些祸患临到我们 岂不是因我们的 神不在我们中间吗 那时 因他们偏向别神 所行的一切恶 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传于他们口中 使这歌 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 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 身体肥胖 就必偏向别神 侍奉他们 惹动我 背弃我的约 那时 有许多祸患灾难 临到他们 这歌必在他们面前 做见证 他们后裔的口中 必念颂不忘 我为领他们 到我所启示 应许之地已先 他们所怀的一年 我都知道了 当日 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耶和华 主夫嫩的儿子 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 敬我所启示 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 写在书上 极致写完了 就吩咐台 耶和华约贵的 立位人说 将这律法书放在 耶和华你们 神的约贵旁 可以在那里 见证你的不是 因为我知道 你是叛逆的 是映着景象的 看啊 我今日 还活着与你们同在 你们尚且叛逆 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 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 众长老和官长 都招聚了来 我好将这些话 说与他们听 并呼天唤地 见证他们的不是 我知道我死后 你们必全然败坏 偏离我所吩咐 你们的道 行 耶和华眼中 看未恶的事 以手所作的 惹他发怒 日后必有祸患 临到你们 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 都说与以色列 全会众听 生命纪第三十二章 诸天啊 你们要侧耳 我要说话 大地啊 当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道理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我要宣告 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 神 他是磐石 他的座位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为的 神 有公义 有正直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 向他行事斜辟 有着弊病 就不是他的儿女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 耶和华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 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 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他必只是你 问你的长者 他必告诉你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亚当的子孙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树木 立定百姓的将界 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耶和华遇见他在荒漠 又在荒凉哀嚎的旷野 就环绕他 管教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孔 又如鹰搅动潮窝 在雏鹰椅上两翅展开 借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成家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损蜜 从尖石中吸油 也吃母牛的奶油 羊的奶 绵羊膏的枝油 巴山所出的公棉羊和山羊 与上好的麦子 也喝纯净的葡萄鞋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 粗壮 光润 梯跳 奔跑便离弃造他的 神 轻看救他的 磐石 以众别神触动 神的愤恨 行可憎恶的是 惹了他的怒气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 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众神 是进来新兴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轻忽生你的 磐石 忘记缠你的 神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 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 说 我要向他们掩面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世代 不信的儿女 他们以那不算为 神的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 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地 触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 惹了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怒中 油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地狱 要把地和地的出产焚烧 珠珊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箭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 被炎热苦毒吞灭 我要打发野兽 用牙齿咬他们 并土中的蛇 用毒液害他们 外头有刀剑 内饰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少男 处女 吃奶的 白发的 尽都灭绝 我说 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 使他们的名号 从人间除灭 我岂不怕仇敌愤怒 恐怕他们的敌人错行 又恐怕他们说 我们的手甚高 这一切的事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唯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是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呀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教出他们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 俄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全挂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是龙的毒气 是毒蛇残害的恶毒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吗 他们视角的时候 深渊报应在我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尽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 必速速来到 耶和华献他百姓毫无能力 无人关锁 无人剩下 就必审断他百姓 为他的众仆人后悔 他必说 他们的众神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汁油 喝他们惦记之酒的 在哪里呢 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 护卫你们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 唯有我是他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 我使人活 我损伤 我已医治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我向天举手说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我若磨我闪亮的刀 手掌审判之权 就必报复我的敌人 报应恨我的人 我要使我的剑 饮血饮罪 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刀要吃肉 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你们列国呀 当与他的百姓一同欢喜 因他要申他仆人流血的冤 报应他的敌人 连续他的地 救赎他的百姓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去将这哥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 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 我今日在你们中间所警教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 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 要得未业的地上 必应这时日子得以长久 正当那日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上这样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 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 未业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 归你本民去 像你哥哥亚伦死在荷尔山上 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在米利巴 加低斯的水得罪了我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尊我为圣 虽然如此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远远地观看 只是你不得进去 生命纪第33章 以下是 神的人摩西在为死之先 为以色列人所住的福 他说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 从西尔向他们显现 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与万计圣徒同灵 从他右手 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他藤爱百姓 他的众圣徒都在你手中 他们坐在你的脚下 个人领受你的言语 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 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 百姓的众首领 以色列的各支派 一同聚会的时候 他在耶书伦中未亡 愿吕便存活 不致死亡 愿他人数不致西少 为犹大祝福说 求 耶和华府听犹大的声音 引领他归于本族 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 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 论利未说 耶和华呀 愿你的土名和乌灵 都在你的圣者那里 你在玛萨曾试验他 又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 他论自己的父母说 我未曾看见 他也不承认弟兄 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 谨守你的约 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 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 他们要把香放在你面前 把全生的繁迹 陷在你的坛上 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 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 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 愿你刺透他们的腰 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论变雅敏说 耶和华所亲爱的弊童 耶和华安然居住 耶和华终日遮蔽他 也住在他两间之中 论约瑟说 愿他的帝蒙 耶和华赐福 得天上的宝物 甘露 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得太阳所晒熟的莓果 月亮所养成的宝物 得上古之山的至宝 永世之岭的宝物 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 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 归于那与弟兄分别之人的顶上 他的荣耀如牛群中投生的 他的两脚如独角兽的脚 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基 这脚是以法连的数万 马拿西的数千 论西布伦说 西布伦啊 你出外可以欢喜 以萨加啊 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 他们要枪列帮照到山上 在那里献公益的祭 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 并沙中所藏的珍宝 论加德说 史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 加德诸如狮子 他撕裂绑壁 连头顶也撕裂 他为自己选择低段地 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分存留 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 他施行耶和华的公益和 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 论诞说 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 论拿福塔利说 拿福塔利啊 你足占恩惠 满得 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位业 论亚舍说 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 给他弟兄的喜悦 可以把脚站在油中 你的鞋是铜的 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耶书伦啊 没有能比 神的 他为帮助你 承载天空 险其威荣 驾行穷仓 永生的 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久地绑毙在你以下 他在你前面赶出仇敌 说 毁灭吧 以色列安然居住 雅各的本源 独居五谷新酒之地 他的诸天 也低下甘露 以色列啊 你是有福的 你这盟 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啊 有谁向你 他做你的盾牌 帮助你 是你威荣的刀剑 你的仇敌 必投降你 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生命纪 第34章 摩西从摩牙平原 登尼泊山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 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把激烈全地 直到弹 拿福他利全地 以法连 马拿西的地 犹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宗树城 耶利哥古地的平原 直到索尔 都只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士应许之地 说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眼睛 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于是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死在摩牙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牙地 博皮尔对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以色列人在摩牙平原 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嫩得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曾按手 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向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 并他的权地 行各样神迹其事 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显大能的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